你好 先生 恭喜你成为夏京航线第2000万名旅客 哎呀 谢谢 谢谢 太幸运了 7月4日 从金门出发的金瑞龙号客轮抵达厦门武通客运码头 两岸小三通夏京航线迎来了第2000万名旅客 他就是来自金门的蔡碧凯 我01年来的时候就在这边读书 那就是经常会在两边往返 两边往返 感觉很方便 自2001年开始就经常搭乘下金航线的蔡碧凯难掩兴奋的心情 乘船前来厦门大学攻读硕士 博士 直到在厦门就业 蔡碧凯已经数不清自己通过下金航线往来两岸多少次 这一刻是在见证这个历史 人有幸见到这个小三通达到2000万 然后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吧 可能是今天很幸运的一小步 可是却是这个两岸交流的一大步 今年年初 蔡碧凯父亲在两岸红十字组织及各相关单位 爱心接力下顺利搭乘小三通续安号航班返回金门 这是暂停近三年的下金航线部分恢复通航后 首次开通声令救助绿色通道 在蔡碧凯看来 下金航线已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渠道 那我对这个小三通呢 有的特别的感情 因为从01年开始呢 我们就一直很 常常常关注小三通 常常经由小三通来厦门 那经由这个小三通呢 2001年开始到现在 它已经成为这个两岸交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渠道 那金门也得到的很好的一个经济发展 下金航线开通以来 因其航班密集 价格低廉 方便快捷等优势 迅速成为两岸人员来往主要通道 二十余年来 这条航线经历了从个案审批到团进团出 从开通初期的不定期航班 发展到现在的每天固定航班 作为这条航线发展全过程的见证者和守护者 三门边检感觉到责任重大 二十三年来 我们不断地优化口岸的通关服务 立足本职 全力地保障两岸人员的交往交流 我们借助科技的力量 不断地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 积极回应航线旅客人员数量 持续攀升的新形式和新需求 让两岸旅客的回家的路越走越宽 下金航线开通当年 年初入境旅客只有两万多人次 2004年2月 航线实现斑轮化 同年12月7日 福建居民金门游开通 2005年 经此航线往来旅客 首次突破一百万人次 自2001年1月2日开通以来 毕竟二十多载 下金航线实现出入境旅客 突破两千万大关 已成为两岸同胞往来的黄金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